三只焦点来看到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 但是中共的抗议走路功如影随形 我们的记者实际采访求证他们的身份 而举着五星旗的抗议民众却失口否认 检车开到大马路上停了一排车队 而这部黑头车前美国警方更是大阵仗 后方的随顾都下车之后 黑头车上的警方前后左右确认无异常之后 才打开车门下车的是 总总 总统过境美国纽约 拨控前往台湾青年创立的Gamma Dam参访 维安高规格可以看到总统前面后面 至少三层维安 会议这么紧张就是因为蔡总统所到之处 几乎都有手持五星旗的民众逞抗 跟国安局收到的勤资不某格 只是他们真的如局长蔡明燕所说 是收钱办事一天两百块美金还不含时速交通 坚持没收钱但勤资掌握也太专业了些 虽然这逻辑当场被吐槽 也出现了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手持五星旗 拿着手机等着捕捉蔡总统的身影 中国这边的长官吗 我没有 我射了这一枪 画面说完就闪人 同样快闪了还有中共军机 军组军机分别自北中南三个方向逾越中线 华盛顿邮报则以专门报道 即使总统只是过境而非出访 显然也激怒北京 美中角力台湾也在试探彼此底线 提配新闻 而总统过境美国有评论员认为 受到美国的冷处理陷入了偏锋 而更多的讯息交给资深政治记者李品宜 蔡总统现在正在出访当中 但是他现在呢 大家也都很注意的 就是他现在在纽约 今天是赴纽约这个美国的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来领奖并且发表演说 只是大家原本预期他会见到的是 前国务卿蓬佩奥 但是蓬佩奥并没有出现 现在呢 蔡总统预计在他结束出访 回程在过境这个美国洛杉矶的时候 他将会见到的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只是现在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他就说大家注意到 现在蔡总统见到都是一些共和党 比较右派反对中国的这些激进的人士 所以他就说了说 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在这个蔡总统 他原本在抵达纽约之前 白宫原本要举行一个蔡总统过境的简报 但是当时是临时取消了 当时白宫的发言人柯比就是说 他们没有规划要安排任何的官员来见蔡总统 而且他又说了 他说现在白宫这样子的做法就是要给中国看 是要来撇清关系 而且他们也说民主党的高官不会跟这个蔡总统来见面 郭正亮他说了说现在要注意的是 其实这个美国现任的这个众议院议长迈卡锡 他是比去年来台湾的裴洛西还要再更鹰派 所以他说当在这个四月五号 也就是蔡总统过境这个洛杉矶的时候 他说这个对中小组的召集人盖拉格 他到时候也会到场 他们这两个人就是迈卡锡跟盖拉格 其实是现在众议院里面最反中的头号分子 所以他说现在蔡总统简直是陷入了过境美国意外的偏锋 所以现在郭正亮说要观察的就是蔡总统这一次过境 如果没有见到美国政府的官员 那他这一次的过境外交就是失败的主播 而BBC也报道指出 美国不愿意进一步激怒中国大陆 所以对蔡总统的过境态度上都是保持低调的 但是大陆方面他们的外交部继续痛批 美台是互相勾连 蔡总统访问友邦前过境美国 前总统马英九同一时间到中国大陆访问 CNN分析认为前后任元首分别到全球两大强权国家访问 不但台湾朝野炒不停 也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考验 美台相互勾连 以过境为幌子 安排蔡英文在美从事政治活动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尤其蔡总统这次还可能跟中院议长麦卡锡见面 这将会是中美建交以来 台湾元首在美国最高层级的会面 蔡英文过境前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与国务卿布林肯 分别致电给大陆外委会主任王毅 专家认为这代表拜登政府 担心共和党鹰派太高调挺台 反而不利于美中破冰 对蔡英文过境刻意保持低调 连共和党内部都担心可能操作过头 而大陆为了反制蔡英文过境美国 高调欢迎刚跟台湾断交的宏都拉斯总统到访 至于日本也准备修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外向林芳正宣布下周将出访北京 这也是三年来 再有日本外向访问中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马前总统已经抵达了湖南长沙 湘潭准备要祭祖 而当地马家业为此还修缮了道路 被当地村民孝生干脆取名为马英九路吧 空拍画面中可以看到翠绿的稻田中 就是马英九的爷爷马丽安的祖坟 开阔农天中间出立着两棵薄树 而中间被环抱的就是一座墓碑 那就是马英九的祖父马丽安的长眠之地 TVBS采访团队抵达马英九湘潭的老家 也图看到流动厕所已经摆上 从老家到祖坟 新铺的薄油路颜色较深 一旁道路施工注意安全的警示牌还放着 而且除了祖坟之外 原本从马家宴通往马家坟墓的道路上 都是像这样的辞职路 不过随着马英九到来 这里重新铺设薄油 当地居民就笑称 那干脆就叫英九路吧 当地民众表示 他们都知道马英九要去祭祖 他家的田在哪都很清楚 以前这个田是他们家的 欢迎会欢迎他 肯定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 大家都很欢迎他吗 甚至还有湖南民众特地开车前往 想一睹马英九风采 湖南长沙湘台县 茶安寺镇 双阳村是祖坟所在地 距离马家宴白石镇的老家 开车仅15分钟 为了4月1号马英九的到来 当地维安也有所提升 记者采访时突然冒出了一名男子 贸然打断 您父亲跟这个马赫林是认识啊 对 小时候在这边一起玩的 对 是啊 大概是 马家宴一个寺庙前 是马力安曾经工作的地方 也是马赫林 幼时居住和生活的地方 湘江边的河堤 至今仍然保留着马力安 曾捐款修建的渡口 自从马英九记住消息出来 导航搜索当地的关键字 飙升了2.3倍 成为了湘潭县 近期热门的景点之一 TVB新闻 余信翰 叶峰伟 湖南长沙报导 而前总统马英九评论 大陆的抗疫行动 是对人类的贡献 行政院长陈建仁批评 这种说法 根本没有科学的根据 参观武汉抗疫展 前总统马英九 称当地疫情获得控制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甚至批评政府 在台胞包机议题 造成对案困扰 一席化引爆民进党不满 行政院长陈建仁 更以工会专家身份说中话 什么样的科学根据 绿运更仿佛剪刀枪 党床总召科建民连夜 PO文批评他这番话 丢光全台湾人的脸 发言没有是非 比面人性 毫无现实感 台湾国际上营造的形象 一夕之间都被马英九催鬼了 至于马英九拿台湾人民的 i-tone与中国交换 这个奖 现在大家流行 叫惊呆了 全世界都惊呆了 马英九总统 真值得提名做诺贝尔医学奖 马英九总统 应该要对这些 全世界的生命 做清楚的交代 不要变成台湾的笑柄 现在马英九居然把罪人 变成是圣人 甚至为他们开脱来开罪 马英九这样的说法 就好像活在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时空 睁眼说瞎话 真的是马的多重一重 就连国民党都对马英九发言 谨慎一对 只有金门立委 陈玉珍公开展现 那时候在这个 全大陆都在封控的情况下 在大陆可以这样移动 然后最后去做那个包机 所以当然感谢他们 我觉得这个讲的是非常有道理 而马英九在参观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时 受访以身为中国人置居 让民进党中央喊话 要他先厘清现状 台湾人博谢中国人 一个中华民国朝野各自表述 听闻新闻 而民进党的脸书 专业攻击马前总统的大陆行 只说我们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不过这样的论述 恐怕会让赖清德 往中间靠拢的两岸政策 陷入尴尬吗 更多的分析再交给品宜 好 现在正在大陆出访 记组的前总统马英九 他现在也因为他的一言一行 都会受到民进党 还有一些绿营人士的 这一些非常放大的蛛友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民进党的脸书 他们就在脸书上面发文说 马英九到底是哪国人 身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应该要站在台湾立场来捍卫主权 呼吁中国停止霸凌行为 他们就在问了 他说马英九到底是哪国人 说我们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可是民进党现在脸书 这样子的文章也引发不少的批评 像是资深的媒体人黄伟涵就说了 他说其实马前总统在中国大陆 其实他已经说出了中华民国 甚至说出台湾总统了 现在民进党看起来还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现在难道民进党是把马英九说到烂 你就得分了吗 还有淡江大陆研究所的荣誉教授赵春山 他也说了 他说民进党最严重的一句话 还写在民进党的脸书上 这是最可怕的 而且明年赖清德还要选总统 像这个立委郭正亮 前立委郭正亮他也说 他说民进党的发言人张志豪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是在帮赖清德失分 他要问这是不是赖清德的立场 赖清德要不要表态一下 真的要直接跟中国这样对抗民族议题吗 他说赖清德你真的要这样子做吗 所以现在看起来 马前总统在这个对岸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让民进党来非常放大来检视 不过像这些人他们都认为 民进党这样子充其量 都是在自海而已 主播 而近期总统的热门人选 侯友宜的民调不断下滑 甚至还在本命区新北市 被柯文哲超车 现在六都市长的好感度排名 也是垫底的 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继续交给评议 在关心2024总统大选最新民调 从美利岛电子报的民调 可以看到 现在最占战风的 还是民进党的赖清德 他的民调有高达38.4% 侯友宜是落居到26.2% 暂时第二 但第三名还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他的20.3% 只是虽然现在这样子看 但是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的民调是持续往下掉的 而且仔细从这个交答分析来看的话 他的支持度不大是下滑 而且下滑最多的就是中间选民 从中间选民的支持度来看 二月份的时候侯友宜他的支持度 还有29% 但是到三月他只剩下20.2% 流失掉了将近有9%这么多 而且没有明确表达的 没有明确表态的人 从28.4%增加到35.2% 其实看起来这个观望的人 反而是增加了 如果再从这个本命区 侯友宜的本命区 新北市来看的话 那他恐怕是支持度是掉更多 因为第一名的还是民进党的主席 赖清德有39.5% 而且柯文哲是篡升到了第二有25.9% 反而是侯友宜他是掉到了老三 只剩下20.5% 相较于二月他还有35.2% 他是一口气掉了14.7% 这么多的百分点 也等于是他失守了他自己的本命区 但是如果想要再看一下 最快跟最深入的新日文报导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扫描右方的QR Code 并下载TVBS新闻App 上百人集结在新北市府前 拉起抗议布条 就连小孩也加入战局 这是冲着市长侯友宜而来 气到当场撕毁陈勤书 抗议在土城打造了生态农园 环保局却没跟当地居民沟通 打算强行设置资源回收厂 将来这个地方绝对会是成为 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教育 资源回收的一个基地 让当地的孩子们能够认识环保 环保局紧急灭火给承诺 毕竟最新民调已经显示 侯友宜在本命区新北市 从第一名调到最后一名 不知惨述赖心得近20个百分点 还被柯文哲成功超车 绿营再打落跑争议 但另一份民调 侯友宜的施政白日好感度 在六都市长中也只拿下0.69 同样最后一名 再细看几项数据 环境 医疗 消防 观光都垫底 经济表现倒数第二 即便是警察出身 警政分数也只赢过 台南88枪案的黄伟哲 自家人喊话是时候明确表态 毕竟潜在对手郭台铭 防美这趟不断透露相选的心 要想幸福泛滥阵营 侯友宜也得拿出市政之外 足以抗衡的其他优势 TVB新闻刘俊占科新北报道 您的六千块钱领到了吗 先前有登记入账申请王道银行的民众 他们的六千元已经领到了 一开始民众还以为是诈骗 不过稍早王道银行发出声明道歉 是为了方便用户可以提早领现金 所以他们拨付自己的金元 来让客户提早领 政府普发六千块 如果您当初是使用登记入账的话 最快四月六号就可以领到钱 不过现在就有民众发现 如果当初资料是填写王道银行 那钱已经先入账 叮咚 您的存款账户 有转入交易六千块 比预计时间早入账 王道银行的用户好意外 实际上网看 发现还真有不少民众 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开玩笑说 速度快就是王道 这么快早知道就全家登记王道 本来还担心是诈骗 没想到是真的 我们希望民众也及早拿到现金 去欢度假期 所以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 就陆续将设定王道银行 为那个汇款账户的普发现金 发到了大概八千多位民众的手上 财经中心他们本来通知 是今天五点之后 我们银行再入账到消费者 那我们提前半天 对此财政部国库署 在截告前尚未回应 另外如果您是想直接领现金 要留意四月十号起 全台八成机台都能领取 ATM零六千元到底要怎么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操作方式你只要试别这样贴 有橘色标签的这一个机台 并且插入你的提款卡 只要在上头输入你的身份证号 而且健保卡号之后 核对资料就可以了 截至三十一号中午十二点 普发现金六千块 已经有超过六百九十五万人 完成登记 而数位部也提醒政府给的钱 会在行动网银 网络银行账户 备注行政院发 全民共享发现金 或是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等标记字样 民众领到十多留点心 远离诈骗 级别新闻 亮南云品节台北 有民众搭乘了长荣航空 到泰国曼谷 没想到人到了 行李却不见了 近百人挤在泰国曼谷机场 航空公司柜台 焦躁询问 因为人飞到目的地 行李却不见了 女哥傻眼 原本开心 清明点假 请一天提早出发度假 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何教授搭乘长荣 比达六七班机 他抱怨行李不见了 却没有人来通知 柜台也只有三名工作人员 难以应付近百人 还有同行的购物专家 露露是前空姐 很有经验 露露也抱怨 因为出状况 同行有人想拍照存证 却被地情凶 直说行李为何会不见 起初旅客怀疑 比达六七是桃园 飞伦敦中转泰国 该不会是人下机 行李继续飞往伦敦吧 航空公司澄清 行李根本没一起上飞机 因为桃园机场 二航线的行李分浅系统 当机导致164件行李 滞留机场 预计最慢 四月一号上午 可运到泰国曼谷 再交给旅客 不过长榮工会 前一天就po文 提到美东航线 今年以来 因为载重问题 卸载旅客行李 已经发生十多次 而这回 BR67则是因为 分解系统故障之后 人力不足 才造成行李 被留在台湾 TVBS宣传 监明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币不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